激活報案緊急到場拉水線灌咒 因為有民眾報案印刷廠疑似發生 火警意外 就連警方也不敢大意抵達現場 關心狀況 工作人員忙進忙出收拾善後 要快一點完成 所以我們開那個紅衛線 就是有點可能是過熱 機台過熱 剛好有一冒煙 然後發現就已經停掉了 17號下午3點多 台中市西屯區這一間印刷廠 正在印製彰化線選票 卻疑似因為機器過熱冒煙 情急之下灑水灌咒 造成部分選票因此毀損 就怕意外插取造成選民恐慌 彰化線選委會 趕緊出面澄清 回遷選票將會作廢進行重印 只是選票有狀況 不只這一樁 權跟金是差很多的 選舉公報證件寫得密密麻麻 到底錯字在哪裡 原來民進黨彰化線長候選人 黃秀芳證件欄第四項 原本寫著推動國中小學校 有保權卻被誤植成有保金讓競選團隊 無奈感嘆 彰化線選委會回應對候選人感到抱歉 已經採取補救措施 印製完成康務表將分送加護 要趕在十一月二十六號之前 完成相關作業 讓選務能夠順利進行 金新聞陽性事由委 趙建源吳國一採訪報導